今日是第五月星期足有通訊站 hallow 大家好 今日是五月印象第二周足有通訊站 沒錯的 剛剛成的星期日還是母親節 不知道大家 peux跟母親大傭慶祝 你呢? 我自己那天因為要工作 但就做了一天的媽媽 去了澳門拍攝 所以那天就有一個 也挺大 一個九歲的女兒 不像啦 怎麼會有九歲的女兒 我就有 不過是很可愛的 也不會Rianne也不像 Rianne你如何慶祝母親節 我母親節就帶了台長去洗澡收夾 喔 好有無脈 她不是我兒子 我一向都知道Rianne對我們的台長 是非常好的 服侍周到 說起來 說起來 台長脫毛脫得很恐怖 我都見到脫了一球 一大塊 大家有沒有看過Facebook 可能已經轉天氣 夏天都來了 所以她要換毛 沒錯 說起天氣 其實這幾天開始轉熱 夏天終於都來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一邊享受 一邊看我們的低俗頻道 首先很開心 上星期五 我們的藍皮書邀請到危險人物 翁靜貞來做嘉賓 哇 她完成了一個很精彩的訪問 沒錯 其中翁靜貞更加講到 兩個從未講過的晚料 一個是關於梁振英 另一個是關於香港和大陸的佛教問題 這兩個題目都很敏感 我知道那晚的節目非常流暢 翁小姐轉數又快 而且充滿正義感 身體力行的挑戰惡勢力 而鱷魚更說 翁小姐是她人生不看頭地 佩服的十位藝人之一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溫 上一集的藍皮書 千萬不要走報 我知道翁靜貞 這時候還在Facebook讚我們低俗 和說很喜歡低俗 她零千金都經常在低俗頻道做節目 其實低俗頻道是有意 邀請更多更具份量的主持 而炮製更多更份量級的節目 不過這些都需要大量的投資 所以我們希望你們更多支持 但我們五月實行新收費之後 我們的足有增加部分大大減慢 減慢了 所以希望大家多呼籲朋友 訂閱低俗頻道和支持比利晚報 還有大家要留意 我們低俗頻道的廣告優惠套餐 已經出了價目標 如果大家自己或想朋友 想在低俗頻道或MIHK 和財經台下廣告的話 可以找我們的廣告營業總監 Debbie 好 這個是Debbie No 沒錯 如果有廣告事務查詢 都可以找Debbie 她的電話是92323737 沒錯 而Debbie 就有她一樣漂亮 而且那把聲音都很好聽 而且很快就會有宣傳片 介紹我們的廣告優惠套餐 大家切勿留意 嗯 話時話 現在都到五月中 很多國家的聯賽都已經踢完 或者快要踢完 是啊 例如我們英超的創出奇蹟 李斯特城拿冠軍 拜仁茂尼克提早在德甲封王 是啊 她很厲害 嗯 Vienna 在新球季開始之前 是一個真空期 你的瞬間讓半球怎麼辦 我的瞬間讓半球 放心吧 大家 這個時期 我不講球 都可以講其他的 不是啦 沒有球看 大家不要失落 我準備了一些很有趣的節目 和大家分享 她是和寵物有關的 我知道 因為Vienna 其實她對寵物也情有獨鍾 知道她照顧台長照顧得這麼好就知道 她不單只照顧寵物 亦有很多男生做過你的寵物 真的 沒錯 我知道你服侍台長這麼舒服 就知道你養寵物是有一手的 哎呀 但我聽阿瑜說她 她不是這麼說 很壞 我真的想剪掉她 是嗎 她怎麼說 很壞 不要緊 大家如果有養開寵物 或者想把自己的寵物 在我們的節目上 兩下上等自己的寵物 或者你們的影片 和照片 在我們的寵物中 節目出現的話 可以 亦都可以 幫我們改名 對呀 我還未改名 對呀 大家不知道有什麼新的想法 可以告訴我們 你們可以E-mail去 cse-lojoke.com 或者打電話給Vienna 3955-8673 對呀 那麼節目名 我們下個星期才會公佈 希望大家可以 踴躍地幫我們想一下 我的節目名叫什麼 而且台獎 都會隨時為節目亮相 對呀 如果大家可以提供到 可愛的寵物video的話 隨時有一點居馬費做鼓勵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沒錯 大家留心聽著 現在很慎重 6月13日星期一 是6月13日 記住 我們的低俗王牌節目 曾經是我們低俗最高收視率的 做你老母中國人的Season 2 將會啟播 沒錯 時間呢 將會是由原本MC人給人研究的時段 晚上10點到11點 大家記得坐定定 沒錯 而給人研究這個節目 就會由6月16日開始 將會搬到星期四的8點到9點 緊接著少爺仔開飯 以及吊出香港之後 重複說一次 而給人研究時段 是晚上10點到11點半 所以大家記得 10點到11點半 坐下 在我們的Season 2 Season 2是我們做老母中國人的新節目 大家一定要看 給人研究 已經搬到星期四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 而自從J級日本威士忌專門店 登錄了MHK網站之後 我們的MHK店 收到很多很多的電話查詢 沒錯 他們全都是來詢問日本威士忌 其中我們有祝賀 有白洲 還有魚士等等 品質一流 對 最重要 價錢比外面市價便宜很多 所以大家快點上 我們的MHK店訂購 不是的話 就會被我餓飲了 沒錯 而且現在的日本威士忌 在外面被炒得這麼貴 不如你實勝上MHK店的網店訂購 更划算 而今個星期三的大院遊樂 希望大家都不可以錯過 因為是介紹元朗 食盡元朗的元朗片上集 沒錯 最重要是我們請到西芝美食家 西瓜頭去品評元朗出名的食店 去名店挑機 包括粉麵店 小食店 牛腩店 甜品店 總共有六間 所以大家星期三 記得吃飽飽師看節目 西瓜頭總理會一邊吃 一邊跳你記 一邊品評名店 名國其實 哪些是值得一去的 都會介紹完 原諒的飲食文化和歷史給大家聽 沒錯 資訊性和脆味都十足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這一集還有鱷魚、西瓜頭、Licky哥和Mike哥一起試飲試吃 體驗了元朗的街坊風味 食盡元朗將會分上篇和下篇 保證大家看得開心 沒錯 而肯肯定定 帥哥的黎明 又是man的黎明 大量的黎明 啤梨哥 他減肥大隔 已經加入了第二星期 咦 這麼厲害 大家要快點跟他打氣 等啤梨哥 讓他減肥後 可以進一步拋離黎明 甚至出CD唱歌 最好的打氣方法 就是訂閱啤梨晚步 58元一個月 讓啤梨晚步有更多資源 要請不同的嘉賓 甚至主持助陣 進一步成為全港最好的時評節目 大家覺得啤梨哥英俊過黎明的話 就記得在Trap Room寫個一字 其實本來我也不知道一字為甚麼 但我發現我的節目和Vian的節目 都很多個一字 我就知道為甚麼 真的嗎 沒錯 原來一字就是樹起手指弓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啤梨晚步的時候 都要多打一個一字 沒錯 而今個星期四的 很多咖嚴物味的 甚至香港少見的海產 那些 至於海產真的好吃 就真的見不見知 除了品評台灣地道美食文化之外 以及觀察台灣人煮海鮮 究竟行不行 一流的海產去到台灣食店 又能不能煮一流的水盡 還是會變成九流的菜菜呢 真的不知道 但鱷魚經常說 台灣人煮海鮮一定不夠香港人 究竟鱷魚的理論成不成立呢 就要留意今個星期的 吊出香港了 而且他們還會帶大家去一個 台北的機械人工廠參觀 考測一下台灣人的科技和文創 究竟發展到甚麼境界 沒錯 我都很想知道 因為台灣人出名的是 很多讀書聰明的人 沒錯 而且今晚 大家平均可以吵一個BangBang的聲音 沒錯 大家猜猜我們Edgar 還有中東中楚雄Pam 今次請了哪位嘉賓呢 想知道的話 今晚就要留意BangBang的聲音 我猜是客家猶中的客家佬 客家佬 你也知道 不知道 說不定是十三妹 因為這個嘉賓 其實在客家猶中也會出現 如果想知道的話 總之留意今晚的BangBang的聲音 好了 時間和台長玩了 時間到突然台長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現在的蘋果機都可以看了 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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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